国家电影发展局FINAS在去年就因为几笔的拨款出现争议引起国人的关注 一直到上个星期 通讯部长哥冰心就证实 反贪会已经在本月初正式介入调查这起事件了 而哥冰心今天也强调 国家电影发展局需要大规模的重组 来确保以后的管理不会再出现问题 通讯部长哥冰心今天第一次巡视了国家电影发展局FINAS 获得了官员们的热烈欢迎 随后展开巡视的哥冰心在参观了一轮电影摄影机器材和飞临储藏处之后 就对随行的媒体表示 国家电影发展局必须要改变 要大规模重组 特别是运用政府拨款方面 我觉得我们需要是整个改变和改变的方式 以后我们能够确定 至于早前传出的拨款争议课题 哥冰心也证实 国家电影发展局的数名职员 已经被反他会传照录取口供 另一个揭发前朝政府弊端的还有交通部 交通部长陆兆福今天揭露 前朝政府原则上同意 直接颁布三片属于铁道资产公司的土地 给私人发展商作为商业用途 但是他说 由于双方都还没有签约 因此政府将会重新检讨胜诉的合作 至于这三片土地的价值 陆兆福说 陆兆福指出 这三片土地分别位于巴胜国的孟沙 副都和巴都之讲 并重申政府会重新公开招标 让土地价值增加 为铁道资产公司赚取更高的利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